我們這一集就來做一點大家都非常喜歡的韓式炸雞 之前已經有做過非常簡易的版本 今天就來點升級版的一次做四種口味 分別是蜂蜜奶油、蒜香醬油以及經典喉醬 還有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雪花起司 究竟哪一款最對我的胃 最適合各位在家裡閒來沒事自己DIY一下 讓我來幫大家試吃試做一波 好的那我們就不要廢話 直接開弄 我們要來吃看 雞蛋 鹹肉 油 忍耐 雪 鹹菜 水 油 鹿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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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牛肉 鹿大小 肉 鱼鱼 仁美 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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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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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 沙粒 小火 牛肉 小火 生抽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我的韓式炸雞大餐終於是搞定了 個人對於成品算是非常滿意 至少在外型上都跟我預計的差不多 然後因為我剛才擺盤的時候已經頭吃過了 直接給各位來個破體蜂蜜奶油的大家必須試一下 那當然還是要配上醃白蘿蔔塊 好的那我們首先就從蜂蜜奶油的起手 而且這個光澤真的很有那種在外面賣的感覺 感受一下 我只能說這個味道跟我以前吃過的韓薩雞都不一樣 味道上是有層次的 有蜂蜜的甜還有奶油的香氣 這個口味大家必須試一下 我強烈建議各位可以買麥當勞的炸雞 然後自己調這個醬入上去吃 你就可以體會一下 你絕對不會後悔 因為畢竟自己炸雞還是滿麻煩的啦 而且我覺得今天炸的算是滿成功的 而且我覺得今天炸的算是滿成功的 先大約150度炸到微金黃 然後撈起來休息一下 再給它190度複炸 就可以達到這種脆脆的口感 來一點自製的白蘿蔔 白蘿蔔就是有這種魅力 非常自然的一塊接一塊 好那我們再來吃一下經典紅醬 這個口味基本上就跟你現在就要麥當勞 他們的韓式炸雞吃起來差不多 相對比較陽春啦 但就是滿方便的 香蕉直下經典紅醬吃起來就是那種比較直接的衝擊 但就是衝到底那種韓式醬的甜辣感 然後因為我自己不太吃辣 所以我就少加一匙那種韓國辣椒粉 然後我之前有試過真的火力超強 我個人是停不太做 我今天是用鯉雞跟雞腿肉去炸的 主要是因為腿肉賣完了 不然我也想要全都吃腿肉的 香蕉配可樂其實配蜂蜜水也是挺好的 好的那我們再吃一下蒜香醬油 起司的留到最後 不過我這個蒜香醬油醬 你可以用刷的這樣會相對比較脆一點 注意一下 這款蒜香醬油吃起來 味道也算是比較溫和一點 就是淡淡的醬油香非常適當的蒜味 我覺得水的比例可以再少一點 像我是加120ml嘛 我覺得大概60ml就差不多 那種濃稠感鹹香才會更明顯一點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來給雪花起司一次機會 感受一下 入口第一個感覺就是 起司粉很重要 顆粒感相對重 然後味道也有點不那麼起司的感覺 我再試一下 我覺得比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我挑的起司偏粗 不過其實網路上也有那種韓國商店 在賣這種雪花起司粉 但一包就差不多要400多塊 我就沒有去訂了 然後我覺得各位如果去買一些相當比較好點的 比較黃點的那種起司粉 調起來應該會更好看 味道也會更均衡一點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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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